对于男演员来说一部剧中和对手有没有CP感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 这不仅是说友情和亲情 更多的是一部剧中的爱情 尤其是男演员和女演员和爱情剧情中 没有CP感的话就会让观众出戏 直接影响一部戏的观看企业 因此娱乐圈里最没有CP感的男演员有人提名了周一维 他好像没什么CP感 就是我能想象他疯狂的做一件事 没法想象他疯狂的爱上一个人 去年他在演员的诞生 里根叔唱演了一段笑容秘史 有小刚当时就说他俩之间看不出来 看过他和彤丽亚的空巷子 两人也还行 但是更像朋友没有爱 明明男主是明月爱恋许多年啊 明明彤丽亚是CP体质 跟许多人都很配了 红色比被追 还算契合他的气质 在豆瓣引人 也翻了半千 他早年跟同类的神奥大狱 难得有点CP感 事实上周一维尔近几年 名气逐渐大了之后 也和许多局新合作过 比如张子怡就十分看好他 甚至可以和周一维 一起参进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电视剧 这在很多人看来有点冒险 却又值得期待 但是周一维和张子怡有CP感吗 银网友指出 其实周一维最有CP感的女艺人 就是猪肝了 空巷子里我都觉得 华沙跟陈大明都比奇乔 跟陈大明有CP感 红色呀 跟刘敏有一点点CP感 跟张露依有很多点CP感 身劳大狱跟同类有 金牌律师跟他老婆也有 谢谢你曾经爱过我跟赵薇也有 他比较适合连接订阅那种 女方年纪要比他大点 他和朱丹也那个历史啥的 真的CP感十足 当时就觉得两人有戏 当年那一部金牌律师 是周一维和朱丹 唯一一部合作过的电视剧 虽然朱丹当时的演技还不算完美 但是在周一维的态动下 反响还不错 而且还不出戏 可以说是两者相互帮助了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 朱丹和周一维之间的爱情 让他们真情实感的有了CP感 这才能让喜爱的观众感受到 那份扑面而来的情侣 谢谢吧 感谢观众 感谢观众 感谢观众